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在危机中四面楚歌时 我们当如何回应呢 十六圈第十六章 保罗给我们一个极美的榜样 福音进欧洲 在再大的危机中 保罗大得胜 首先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提摩泰 一个被弟兄称赞的一个好弟兄 而父亲是个希腊人 于是为他醒哥里带着他一同宣扬福音 神兴起新的同工 而他们传讲耶路撒冷大会的规条 信心坚固 教会仍大大的增加 而在教会复兴的时候 他们期待继续宣教 保罗期待往东边亚西亚 圣灵禁止 往北边避堆尼 神不去 而在夜间的异象中 他们看到了马其顿欧洲的异象 于是他们到马其顿来传扬福音 到第一个城叫做菲利比 这是罗马的住房城 在安息日 保罗宣教的时候 主开导 李里亚的心 那流星听到 而一家人受洗 归入主 并且接待保罗 是一个极美福音的一个开始 但接下来我们看到有恶者的抵挡 有乌鬼的势力 一个使女被乌鬼所赴 用法术教主人得利 而连日喊的这些使徒 是至高神的仆人 而保罗奉主命 吩咐鬼从他身上出来 结果呢 主人看得利的管道没有了 乌鬼离开了 就不能够再得着利益了 于是抓保罗下监牢 而上墓狗监禁 控告他们传讲 罗马人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条 而就在最痛苦的时候 保罗希拉选择 夜间祷告唱诗 在墓狗上赞美神 众求犯侧耳听 突然之间 地大震动 尖门开 锁链松开 何等的奇妙 而狱祖一看到监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跑了 八刀要自杀 保罗急忙喊着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 金族战战兢兢地出来问 我们如何可以得救 保罗说当信 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比得救 金族全家受洗 并且得救 官长第二天要释放他们 但保罗说 罗马人被下监未定罪 不可私自拈出 官长迫使要亲自领他们出城 这一章我们看到 保罗面对传福音中 有污鬼的工作 有监牢的捆索 但保罗选择夜间唱诗 就带来大神迹跟福音 神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让我们在困境中 我们选择赞美 定睛耶稣 看见福音的大能 正开锁链 正开黑暗 持人得自由 听我们的祷告 奉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